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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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量節一來生死本 吃人飯做本來人 是從景德傳登錄出來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淨土行人 一般大家都很陌生的景德傳登錄 包括我在內 我常常引用公案 可是我對景德傳登錄其實也不是很了解 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 景德傳登錄 它一般都叫傳登錄 全名叫景德傳登錄 為什麼叫景德傳登錄呢 因為景德是北宋真宗連號 你看以前的皇帝都是怎麼樣 戶子三寶 乾隆皇帝你看他 這個成就了 事故前師 事故匯耀 所以老和尚說 古代的皇帝都是聖賢再來的 他們都懂著用傳統話教育百姓 主事到都是安邦定國的 輔佐這個皇帝來治理江山 那麼本書內 他原題名為佛祖同參旗 佛祖同參旗 中國佛教禪宗史詩 共三十卷 宋景德元年大概在公元一千零四年 東吳內一位僧人道元傳 被說入大陣障 傳登錄呢 只限於禪宗 它是屬於紀元體 及按四次記載的普路體 傳登錄呢 記載從過去七佛 過去七佛是什麼呢 我們是過期莊元節 現在賢節未來新世節 新世節 叫三千佛 那過去莊元節呢 最後三尊佛 我們釋迦牟尼佛 是現在賢節的第四尊佛 明樂佛是第五尊佛 明樂佛是還沒有到人間來 要五十六七千萬年以後 那現在這個五佛的世間呢 就由地藏王菩薩代理佛 那麼過期七佛呢 是指釋迦牟尼佛 及其以前出現的六位佛陀 即過期莊元節 最後的皮婆師佛 師器佛 皮獸福佛 這三尊佛 跟現在賢節出的 第一尊佛 居留生佛 第二尊佛 居那喊摩尼佛 第三尊佛 加授佛 第四尊佛 釋迦牟尼佛 這個七佛都已經入面了 所以成為過期七佛 那麼禪宗出祖是誰呢 在西天呢 就是在印度呢 是摩河加社 就是大家社 摩佛 摩河加社就是苦行第一 就是佛陀的 傳法的第一位弟子 佛陀傳給摩河加社 摩河加社 摩河加社 在傳給阿蘭尊者 所以禪宗的初組呢 是摩河加社第一組 第二十七組呢 就是達摩祖師的師父 波洛多羅 波洛多羅 第二十八組是誰呢 在西天來講 就是 第二十八組就是 佛陀達摩 就是我們的達摩祖師 但是達摩祖師 傳法到中國來 他是東土初組 禪宗在我們中國呢 總共是有六組 那麼到東土來呢 中古禪宗的初子 是達摩祖師 二子呢 是慧可大師 三子呢 是聲讚大師 四子呢 是道姓大師 五子呢 就紅忍大師 六子 就是慧能大師 這是東土六子 到華眼宗 華眼宗呢 是禪宗的一個法脈 就是一發開悟夜 林祭宗 曹洞宗 華眼宗 維陽宗 這個就是華眼宗 到華眼宗的文藝禪師 法師 法師的禪宗傳法世系 總共一千七百零一人 他們這些禪師裡面 有開悟的 有成就的 他們的基言語記 就是他們的華語 宅明各禪師之俗姓 他俗家姓什麼 出家前姓什麼 他的籍貫是哪裡 修行的經歷 他住的地方 他市集 他元級的年代 他釋受他多少歲數 他華蠟 華蠟就是他的生蠟 他的生蠟就是他出家 總共多久 四號有些 有些大師 那個 往生的說原籍的 皇帝還給他追風 或者他們的法脈 給他尊稱叫四號 等等 都記載在裡面 另外一戶以路 九百五十一人 船登陸呢 產生廣泛的影響 並引出了禪宗一系列的 登陸住宿 例如天聖廣登陸 續船登陸 那麼 在保林傳 祖堂集 尚未重新為四人發現之前 僅得船登陸 是禪宗最早的一部史詩 未及五登 哪五登呢 船登陸 廣登陸 續登陸 連登會藥 浦登陸 之手 是研究禪宗史的重要資料 至上述二書 保林傳祖堂集 以二十世紀上半月 被發現後 得知本師稱受其影響 且多數其才 事實上 謹得船登陸 完成前的唐末五代的時候 已有多種禪宗史詩出現 在內容上 謹得船登陸 是以這些史詩為基礎 並進一步收集資料 僅衰險 論壽而成 這個是我們介紹 謹得船登陸 也就是說 無量節來生死本 吃人飯做本來人 是在謹得船登陸裡面 阿明 阿明